三天了 这两只食人狗三天没吃人肉了 小混混松开手中的狗链 它们如同猛虎一般冲向这个男人 而它犹如泰山一样纹丝不动 两只凶狠的食人狗 竟然败在它的石榴裙下 被眼前这个男人征服 卡拉咪剑状拿起八百斤重的木棍 一棒子下去 碗口粗壮的木棍被打得稀碎 男人只是眨了眨眼 打了个响指让狗狗离开 而这个男人可不得了 它有个霸气的名字 拉西 这一切还要从它小时候说起 拉西和父亲走在丛林中 突然身后传来巨大的响声 父亲赶紧示意拉西躲起来 这时一只凶残的食人虎出现 已经五天没吃人肉了 它们连忙躲到树后 但怀中的婴儿发出了哭声 老虎准备四肩动 父亲叫拉西带着弟弟快跑 自己则是冲向狂奔而来的老虎 这就是伟大的父爱啊 父亲被老虎活活地咬死 此时的拉西极为痛苦 他手握拳头 誓死要为父亲报仇 带上上古神器 准备杀掉那只老虎 可叔叔在丛林中布下陷阱 随后来到老虎的巢穴 将它引出来 拉西走位实在风骚 老虎根本就摸不到它 在丛林中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 很快拉西就将老虎引到陷阱里 叔叔赶紧发射所有的机关 显然这一击还不足以致命 拉西赶紧爬到悬崖上 纵身一跃 拉西亲手为自己的父亲报仇 他也一战成名 变成了打虎英雄 转眼十年过去了 拉西已经长成了一个帅小伙 他的弟弟也上大学了 这天有两个人来到这里寻找大麻 说是从里面提取能够救人命的药材 他们找到拉西的叔叔为向导 带他们进入了丛林中寻找 很快就找到了一车大麻 可就在这时出现了一只食人虎 五百年了 这只食人虎整整五百年没有吃人肉了 如今有三份美食出现在面前 它张开血盆大口 已经饥渴难耐 三人被亚麻呆住了 赶紧逃命 小黑不小心被绊倒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突然出现一只穿云剑 是老虎的克星来了 它脚踏七彩祥云 身披黑色战袍 背后背着上古神器 脖子上挂着一颗千年老虎牙齿 是它 是它 我们的战神 小拉西 这只凶残的食人虎变成了它的狩猎目标 挥动手中的长鞭 精准地插进树干里 一个回手掏 让老虎扑了个空 顺势飞到天上 给老虎狠狠一脚 可老虎非常的强壮 拉西只能选择战略性逃跑 经过了五个小时的追逐 将老虎的力气耗尽 轻轻松松地杀掉了这只食人虎 但它这样的举动 遭到护灵警察的逮捕 因为老虎属于保护动物 城里来的两人说服拉西一起进城 刚好可以把一车的大麻一同带去 而幕后的老板实力非常雄厚 他叫黑龙 是当地最大黑帮的首领 完全可以帮助拉西摆平警察 就这样 他们一路狂奔 甩掉了后面追赶的警察 来到了城里 他们从来没有住过这么豪华的房子 已经完全沉迷于这个全新的世界 可就在这天 拉西的弟弟发现了一个秘密 原来他们利用大麻制造毒品 完全不是从里面提取药材来治病 刚把视频发给拉西 就被黑龙的儿子杜雷斯看见 对他进行了残忍的暴打 这时拉西开着车赶了过来 一群小卡拉正在暴打战神的弟弟 他们完全不知道死期将至 拿起一吨重的大锤一阵乱砸 就在这时 一个像神一样的男人出现 看着自己弟弟被打成这样 上去就是一脚踹飞杜雷斯 扛起弟弟走了出去 他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他 不然一群卡拉咪上前就是一阵乱揍 用力一脚差点将拉西踢飞 为了不让弟弟受伤害 自己单膝跪在地上 这一刻他彻底的怒了 单手挡住进攻 用力一甩卡拉咪飞了五万多圈 随后摔在地上 一脚踢飞一个 再一掌拍翻一个 左一拳 右一拳 瞬间两个卡拉咪去了西北 这时杜雷斯偷袭 给弟弟狠狠踢了一脚 面对众多卡拉咪的围攻 再加上抱着一个 重达三百斤的弟弟 完全发挥不出真正的实力 杜雷斯凌空一脚 将拉西踢飞数十米 巨大的冲击力 连墙壁都干出一个大洞 拉西紧紧地抱住弟弟 继续顽强抵抗 使出了失传已久的十二路弹腿 小卡拉如同疯狗一样乱咬 但都被拉西打退 杜雷斯从背后偷袭 死死地勒住拉西的脖子 这是一个小卡拉 扔出一支镖枪 却不小心刺中了杜雷斯 拉西上前想要帮他拔出来 却被赶来的黑龙误会 看着自己宝贝儿子惨死 他愤怒地掏出了手枪 突然一大群警察赶到 他们已经盯上黑龙犯罪集团五年了 现在终于找到证据 突然黑龙的手下开车及时赶到 那车既实在牛批 在原地转了五万圈 随后将黑龙带走 拉西也带着家人回到了森林中 但黑龙没打算放过他们 抓走了拉西的叔叔 拉西只好单枪匹马地杀入黑帮 数十名顶级杀手已经埋伏好 拉西刚进来就遭到猛烈的射击 手枪被这个杀手打成了机枪 可一枪都没有射中 此时又来了一个使用飞镖的杀手 拉西掏出穿云剑 插穿了他的手掌 将他拖行了数千米 甩出飞刀 结果回旋镖 在原地旋转五十圈 用力一甩一击将杀手爆头 这时又出来了一个射手 还没摔过十秒钟 就被拉西一枪击杀 突然一个小卡拉背后偷袭 被暗器一击致命 箭头上固有剧毒 十秒钟就毒发身亡 原来是一个杀手 隐藏在地下 突然跳起五米高射出毒箭 拉西一个后空翻躲过 就在下一秒 这个杀手瞬间去了西北 拉西自信的头也不回 四个顶级杀手 玄军覆没 剩下的小卡拉 如同砍瓜切菜 此时黑龙终于现身 用他叔叔的生命为妖斜 一把将他推下了悬崖 拉西一跃而下将黑龙脖子缠住 三人一同掉了下去 可这个洞穴里面 住了一只万年猛虎 拉西一刀插进了他的背后 老虎眼看这个人不好惹 转身将黑龙活活地咬死 而拉西趁机发动致命一击 电影到此结束